時下的麵包產業 號稱白金商機 一年上看600億元 全台灣說到最多家店的 Seven夠多間了吧 全家超商夠多間了吧 好了厲害的來了 全台灣的麵包店 比這個小七加上全家 加起來的總額 還要多間 全球麵包密度最高的店 就在台灣 想要賺這個麵包財 其實不難 因為入門門檻不高 其實還算是蠻低的 而且客人來都是直接付現金的 老闆就直接收現金了 就以一個菠蘿麵包來說 大概賣30塊錢 但成本大概10元不到 所以毛利算是高的 如果以一天 單日有200個客人來上門光顧 每一個人消費100塊 一年就能賺近百萬 這樣子算下來 其實想賺這600億商機 其實也不難 而且如果你的麵包師傅 又有其他額外的頭銜 像是有麵包世界冠軍 哇 那你這家麵包店就更賺錢了 因為他們會創造出明星商品 像是提到了吳寶春 就知道他的酒釀 桂圓麵包 所以現在呢 麵包師傅變得炙手可熱 每一個國家都想要來 搶蛙烘焙的人才了 誰說做麵包不會賺大錢 你看看這些國家 新加坡馬來西亞 香港澳門跟中國大陸 全部捧著你在台灣薪水的兩倍 直接要來挖角烘焙人才 如果是主廚級的麵包師傅 那更可怕了 在台灣你可能年薪百萬 出國薪水直接翻倍跳 如今烘焙產業已經建立起了 價值千億元的產業鏈 而裡頭所蘊藏的市場能量 已經超過了我們想像 小小五瓶的麵包店一個月營收 居然可以上看百萬元 而其中的熱銷王就是菠蘿麵包 只要一上架就馬上被搶光 麵包在170度的烤箱中慢慢漲大 從麵團就有學問 仔細看折了4次的4乘4麵包 比傳統菠蘿就多了36乘 吃起來更有72層的口感 麵團在手腕中均勻旋轉成橢圓形 如果不夠平均可是會變成NG商品 靠你手掌的手感 然後去感覺它的每一個角落 皮都要分布均勻 一邊厚的話捏得很大塊 可能等你烤好的時候 那大塊那塊皮就掉下來了 精準切下20克的菠蘿放上面團 整個菠蘿麵包最重要的關鍵動作就在這 就是我們在包的那一瞬間 就是要感覺它把皮 分布到每一個麵包的上面平均 你麵團是3比1這樣子 這起來是比較有標準 有飯店光是菠蘿麵包就打出七種甜鹹口味 也有人專攻蔥花麵包一天賣出300個 甚至銷量太好還特別選在轉角捷運站附近 開出管外店就是要吸引過路客 因為這邊其實就在捷運旁邊交通還蠻方便 所以有時候都會經過這邊就會進來看一下 我天天來我來拿咖啡的 因為還是要看好不好吃嘛 對啊如果說不好吃的話你當然也不會來啊 看來業者也各出其招就是要搶光600億的白金商機 東森財經新聞 需要主流播從台北採訪報導 他還是要搶光 特寮財經新聞 今天的影片 在庭上 我們分享到 有